好,三年级的小朋友,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检讨我们上周6月18日的线上小考 好,请小朋友看这个老师的这个录影 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就是你们那时候呢,进入的那个线上小考的那个页面 好,本期做好新名,这个都没问题 好,第一大题一开始就是单字,这个很简单 而且老师你看,找到许多很可爱的照片,图片 给你看哦,用这个真实的照片 不是课本那种,可能像是画的图片 好,来No.1,这个没问题 好可爱的,Turtle And No.2 So cute,非常可爱的,Rabbit Rabbit 诶,顺便讲一下这个单字 No.1,Turtle 第三个这个,Turtle no.2,这个,Rabbit And No.2,这个,Rabbit OK,点进去 好,No.3,这个呢 好可爱的娃娃 那其他答案呢 A boy 男孩 不對 A man 一個男人 也不對 這個字我而且老師也還沒有教 No.4 Strong 這三個字都是形容人的外表的形容詞 第一個答案是short 矮的 老師說過 如果是像這種矮的話 我應該會有兩個人對照 一個箭頭子過去 像這個的話就非常明顯 因為你看它就是很強壯 還有壓鈴 還有muscle 肌肉這麼大塊 所以是strong 好 那第三個是thin thin 就是瘦的 那如果老師是考你thin的話 應該也是會有兩個人對照 比較瘦的那一個 那這個就一個人 很明顯的 strong 好 這個答案 Alright No.5 好 很可愛齁 這個是grandfather 這個 grandfather 好 No.6 這個好大 因為這個圖片都是這麼大 老師沒辦法把它變小 好 這個勒 很明顯就是女生嘛 好啦 那你看啦 女生 欸 所以答案你看超級簡單 sister 姐妹 女生 第二個跟第三個都是男生 對不對 brother跟grandfather 都不對 好 這個是sister OK 好 那再來 當然這是超級簡單 然後再來就是句型 請你呢 依據圖片點選正確的句子 好 來 這個 喔 很漂亮 來 我們來看喔 欸 你們從這個大題開始呢 就錯的會比較多一點喔 好 那像這個大題呢 是讓你選句子 你看 猜個單字 喔 像這一題 好 像這一題 is it a bird it 好 動物的他 is it a bird yes she is 那當然不是這一題啊 she 就是人欸 女生的他 對不對 所以答案不能選這一個 好 那第二個呢 is it a bird yes it is 對嗎 it 問 it 好 回答是 it 好 所以答案是這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那麼 什麼第三個不行 is it a bird yes I am 是 我是 本來是問動物的他 怎麼變成說我 我這個人 不對 好 所以答案就是第二個 is it a bird yes it is 這個 Alright Number two Number eight 第八下題 Number eight 好 很明顯的圖片哈 is he a farmer 好 你看 這三個答案 讓你選的答案 他的問句全部都是 is he a farmer 那不一樣的就是再回答句 那不一樣的就是再回答句 我是問he喔 所以你就是回答he 答案是第三個 is he a farmer yes he is 問he就是回答he alright 所以小朋友要看清楚 像第一個答案就是 你看他是 she 所以小朋友如果你沒看清楚 你可能就回答這個 是錯的 看清楚題目 所以有時候考試就是 其實在考小朋友有沒有專心 有沒有 有沒有細心 觀察 你如果是 隨便啊 做一做啦 沒有那麼細心的看啊 就容易呢 錯 Alright 好 那我們再看 Number nine 好 也是一樣 你看到問句全部都是問 who's she who's she 問句全部都是who's she 回答不一樣 你看喔 who's she yes she is 嗯 who's she 是甚麼意思 他是誰 喔 是他是 喔 所以這個答非所問 好 第一個是答非所問 好 那再來 那我們看第二個答案 who's she she's a teacher 欸 你怎麼知道他是teacher 他抱一個baby就是teacher嗎 不是啊 好 他抱一個baby 他應該是she's my mother 他是我媽媽 好 抱一個baby就是媽媽媽 好 she's my mother 他是我的媽媽 所以答案是第三個 Alr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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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umber ten 哎呀這個也很明顯喔 你看問句全部都是is she a cook 問句這三個答案的問句全部都一樣 所以是回答句不一樣 Is she a cook Is she a cook 她是cook嗎 那你怎麼說she's a teacher 不是 她不是teacher 那她是cook嗎 也不是 所以答案是第二個 Is she a cook No she isn't No she isn't No she isn't 好你選第二個 這樣就是對的 如果第三個是yes 那就錯 她不是cook吧 她不是廚師啊 她是nurse對不對 答案是第二 Is she a cook No she isn't Alright 這裡還算簡單咯 No number eleven So beautiful 漂亮的 The fish Is she a fish 還是 Is it a fish Eater 對不對 動物的她 She 是人的 女生的她 所以第一個答案不行 所以你看剩下這 第二個跟第三個答案 Is she It a fish Is it a fish 這兩個問句一樣 好那看後面 Yes it is 對吧 所以答案是第二個 Is it a fish Yes it is 那為什麼第三個不對 你已經回答yes了 為什麼還會預準著 回答yes就是it a is 好 對呀它是一隻魚啊 好 不能用isn't Alright 好 No.12 哦 老師剛剛講過 這個 之前講過 就是有帶這個聽診器的 就是 Doctor 對不對 好 護士是拿那個 打針的針筒 或者是急救箱 好 那只有醫生 才是會用這種聽診器 好 好 所以你看喔 問句全部都是is she a nurse 問句都一樣 那回答呢 No she isn't 好 所以是第三個答案 那第二個答案呢 差一個 它不能是yes 答案是no No she isn't Alright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請小朋友用打字的 大字的 你看喔 請根據圖片填寫正確單字 每格填一字 一個格子 這樣子叫做一個格子 一個底線就是一個格子 你要填一個字然後才能夠完成這個句子 Alright 那你也是要根據這個圖片 好 所以你不能填兩個單字 如果你寫兩個單字的話都算錯 因為這邊題目已經講了每格填一字 好 所以有些呢 有時候可能老師會考那個縮寫 如果你不會縮寫寫兩個單字 那就是錯 Alright 好來我們來看 No.13 嗯 欸這個要填什麼呢 回答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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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is 是他是 所以就是問說 他是一隻狗嗎 Is it a dog is 好而且你要注意I 要大寫 好 正確答案在這裡 好 正確答案在這裡 好 Is it a dog yes it is 好 那因為這個 嗯 這個字形它的I大寫 你會發現好像跟我們之前學的那個大寫的I不太一樣 因為它就是字體的關係 它就是一個好像 嗯 一個 一條直線 它就沒有寫 嗯 上面跟下面一個小短線的那個I 了解嗎 好但是小朋友你也是要認識啊 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各種 各種不一樣的這個英語字體 所以小朋友你也要知道 Alright 好所以這個要記得 第一個字模式大寫 OK Is it a dog yes it is OK OK 好 Number 14 Are 什麼 a boy 你會回答Yes I am 欸 是我是啊 所以是問你對不對 問你才會回答我愛 好所以答案是you Are you a boy Yes I am Yes I am Yes I am Number 15 Number 15 喔 回答 He's my father 老師這邊還跟你強調只能填一個單字 再一次 好 再一次跟你強調 好 所以你要怎麼問才會回答說 He's my father Who's he 對不對 Who's 好 Who's 這是縮寫的啊 Who's he Who's he Who's he 的第一個字 的第一個字 的第一個字母 要大寫 Alright Number 16 好 會怎麼問他回答No I'm not 問you喔 Are you thin No I'm not 好 所以是 Are you這個 Are Are you thin No I'm not A要大寫 OK 好 Number 17 好 Number 17 跟Number 18 哎呀 這個 老師呢 有一點點小小的陷阱 好 所以這個 就錯的比較多 好 你看 老師兩題一起講 那裡做對照 Number 17 跟Number 18 雖然老師都用同樣的圖片 好 那你也知道這個圖片是學生 Student 但是你要仔細看他的問句 好 來做適當的回答 我們來看第17題 Is he a doctor Doctor 他是Doctor嗎 Is he a doctor No He 什麼 只能填一個單字喔 Isnt 對不對 Is he a doctor No He 沒有 那那個縮寫撇 記得 一定是上面的那個撇 不能撇到下面去 好 所以這個 嗯 所以你們三年級在考這個線上小考的時候呢 就是會順便考了你們的電腦能力喔 那可能有小朋友那個電腦打字呢 還不是很熟練喔 好 那這樣子都會影響你的做大 好 所以呢 嗯 有些小朋友是因為打字能力不好 所以 可能看得不好 好 沒有關係 那小朋友 請你記住喔 那個縮寫片一定是在上面的 那這個縮寫片 上面到底是在電腦鍵盤的哪裡呢 嗯 可能呢 好 這個 老師現在也好像沒辦法修鍵盤給你看喔 你可以 在家裡就是試試看 在家裡就是你可能把 鍵盤裡面所有的符號你都可以試試看啊 都打打看啊 對不對 你現在 雖然可能電腦老師不知道有沒有教 反正你就自己打打看試試看 好 是要這樣子的 上面的那個撇才是對的 所以有小朋友撇到下面去都會算錯喔 ok is he a doctor no he isn't he is a student 好 所以這個歌只要填isnt 好 那你再看下一題喔 雖然是圖片一樣 可是小朋友你要注意題目嗎 我是問 are you a doctor 問你耶 那你要回答我對不對 而且只能填一個單字 所以是No I'm not 喔 縮寫來了 No I'm not I am a student 好 不我不是 I'm a student 好 所以是I'm 所以 呃 那 有小朋友在做第18題的時候 又受到上面這一題的影響 可能又給我填he 所以小朋友請你要看清楚題目 你要看清楚是問are you are you 只要回答我 I'm not alright 好 雖然我是用同一個圖片 那這個圖片只是一個代表 他是一個student 好 ok 好 再來 number nineteen are you oh 這題也是錯最多的 小朋友都上不當 因為我這邊也是強調只能填一個單字 所以請問你可以填are you a girl嗎 are you a girl 兩個單字耶 雖然are you a girl yes I am 這個問句 回答句是 文法是同的 可是問題是我只能讓你填一個單字 嗯 所以說那怎麼辦 are you 什麼 所以這裡不能填a girl 名詞耶 其實我要考慮的是那個形容詞 are you 醋 醋 醋 高的 醋 高的 因為他們有一隻狗狗 I的 I的 are you 醋 yes I am 所以這邊只能填一個字的話是形容詞 你是高的嗎 yes I am 那 有小朋友回答 are you thin 好啦 我這次也讓你對 這次也讓你對 因為 呃 對呀 這個女生也是瘦瘦的 所以 你寫are you thin 我也讓你對 那甚至有小朋友寫 are you pretty 你漂亮嗎 yes I am 好我也讓你對 這個pretty是形容詞 漂亮的 可是老師好像 好像沒有教 那這個小朋友 我怎麼這麼厲害會咧 好 所以你回答那兩個 我都會讓你對唷 OK 嗯 好 再來最後一題 who's she 只能填一個單字 縮寫又來了 問she 好 所以是 she's my grandmother 所以答案是這個 she's she's 問she 女生的她 所以你要回答 女生的她 she's my grandmother 好 所以呢 錯最多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第17 18 19 題 這個是錯最多的 好 那其他的話呢 可能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我剛剛說的 好 電腦打字問題啦 或者是說他不夠細心 還沒有仔細看題目就做大了 好 好 那 嗯 老師都已經公佈了小朋友的答題結果 那請小朋友要仔細看自己為什麼會錯 好 我都用那個紅字呢 好 特別的mark起來給你看 好 那你想要再看一次題目也可以 好 老師也給你那個題目的連結了 好 好 那待會兒呢 老師還有一次的期末現狀小考 好 我會考你Phonics聽力喔 好 我會考你聽力的部分喔 那聽力部分有些是Phonics 有些是單字句子 所以請小朋友等一下呢 一定也是要請你先好 認真的聽我上完 線上課程 好 那你自己想要再多複習 再多複習 最後最後再來做我們 最後一次的線上小考 好 有聽力測驗 好 小朋友加油 好